《陈香如蟹》播出之后,杨子手里就剩《长相思》这一部古偶剧了。 《一女三男》之间的爱恨情仇还是挺有看点的。 而《长相思》的原著作者童华也是一个写作的高手,步步惊心就是出自他手。 《长相思》是一部S级的项目,一直被看好,但从近日释出的一分半钟预告中,杨子给人的感觉实在是一言难尽。 他穿着男装在街边叫卖,脸上白花花一片,眼睛被苹果肌挤成一条缝,整个脸部看起来十分僵硬,看上去好像还有点肿。 此前在《陈香如蟹》里,杨子的颜值就被观众一直讨论,只不过随着剧情的推进,观众慢慢也就遗忘了。 这次在《长相思》里,杨子脸上的问题又让观众担心了,为了能把美人饰演好,一定要动脸吗? 此前,杨子在《青云志》里演的爵士美人陆雪奇,就被观众群抄过脸部肿胀,情绪表达不到位,直到后来《香蜜》播出,才挽回了对他不好的话题。 那个时期的他,恰好是颜值巅峰期,随后在《亲爱的》,《亲爱的》这部剧中颜值也可以,可是越到后来,他脸上的问题就越来越多了。 颜值飘忽不低的杨子,真不知道,这次能不能hold得住爵士美女小妖这个角色。 除了杨子,男演员我也有点担心,三位男演员演技僵硬又脸盲,一个比一个拖后腿,长相,台词,人品明显不过关。 邓维最近又被爆耍大牌,经纪人在机场推散粉丝,新剧还没播出,人就火了。 近些年,杨子的忘男主体制似乎不灵了,搭档过的演员运气一直不太好,长相思可别翻车啊,演员的口碑和演技一样重要,演员们也要爱惜自己的羽毛,选择适合自己的剧,不要辜负观众的期望。